嗨,宝贝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憋不住,憋不住,快要憋不住了 音男慌里慌张地冲进百货大楼 问服务台小姐说 呃,请问,请问,妞妞,妞妞在哪里啊 服务台小姐没听清 她说,啊,妞妞,哦,等一下,我来查查看 哦,对不起,小朋友,我们这里不卖妞妞 不是妞妞,是妞妞 啊,是这样啊,厕所在那一边 可是,厕所正在维修 对不起,小弟弟,这个厕所现在还不能用 正在维修呢,请你去三楼吧 太巧了,电梯正好来了 门一关上,电梯小姐说 各位顾客,这台电梯直到顶楼 中间不停 坏了,离厕所越来越远了 憋不住了,憋不住了 我快要憋不住了呀 音男顺着楼梯 急急忙忙地往楼下跑的时候 遇到了长颈鹿 嗨,小弟弟,看你急的,出什么事了 长颈鹿听音男说,想要尿尿 就说 呵呵,原来是要尿尿啊 这里不就是有个厕所吗 我正要去呢,跟我来吧 这个厕所,场景录正合适 可是我,呃,我也快要憋不住 憋不住,快要憋不住了 这一回,音男遇上了蝙蝠 嘿,小弟弟,在楼梯上这么跑 可是太危险了哦,出什么事了 这么慌里慌张的 蝙蝠听音男说,想要尿尿 就说,嘿嘿,不用那么急 这里就有个厕所,我也真要去呢 好了,对对对,就是这扇门 这个厕所,蝙蝠正合适呢 可是我,呃,呃,憋不住了 憋不住了,我真的快要憋不住了 这一回,音男遇上了骨头架子 嘿,小弟弟,跑这么急 你的骨头会稀里哗啦三家的 你在找什么呢 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找厕所 哈哈,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这里不就是有个别致的厕所吗 请跟我来吧 是,是很别致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用啊 憋不住了,憋不住,憋不住了 接下来,音男又遇上了一个妖怪 哈哈,小弟弟,出什么事了 那么晃里晃长的 妖怪听音男说要尿尿 就一脸坏笑的说 哼哼,这里就有一个好棒的厕所 你要去看看吗 尽管觉得有些可疑 可是音男过不了那么多了 啊,什么,在这里尿尿 憋不住了,憋不住了 我真的快憋不住了 三楼终于到了 这里应该有普通的厕所吧 音男飞快地朝着厕所跑去 就在这时,一个花绣球突然裂开了 响起了欢庆的喇叭声 祝贺年,您中奖了 有精美的礼物正在等着您哦 有电脑游戏,有玩具,有糖果 您要什么,就送你什么 请问,您可以谈一下 你的中奖感想吗 呃,我憋不住,憋不住 快要憋不住了 哈哈,真是很特别的感想啊 请问,你现在最想要什么礼物呢 我现在最想要的是厕所 说完,音男就冲进了厕所 可是,这个厕所 就在那一刹那,音男醒了过来 啊,原来,这是一个梦 醒是醒过来了 可是,啊,憋不住了 哎呀,憋不住了 我快要憋不住了 音男赶紧跑去家里的厕所 可是,妹妹抢在了前头 我先生,哥哥,你去二楼吧 楼梯上果然有一个厕所 这会儿总算是一个普通的厕所了 唉,这下得救了 简直是太爽了 等等等等,好像不对啊 音男一边尿,一边想 哦,我也没有妹妹啊 再说,厕所怎么会在楼梯上呢 糟糕,可是,等她明白过来时 已经晚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格子酱讲绘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嗨,宝贝们 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憋不住